明天就要到动物园去看银亚了 怎么去呢 建议你最好不要开车 台北市交通局呢 建议民众搭乘公车捷运 或者是猫懒这些大众运输工具前往 那么从11号开始到2月9号之间 假日的时候呢 还有免费的猫熊专车 从新义商圈接驳你到动物园 而且呢 抢看银亚 除了动物园在下午呢 之后还可以去猫空喝茶 刚讲过这个猫空喝茶呢 还是列为40个 这个全世界最好玩的明年要 这个今年要玩的景点之一 那么还可以去指南宫走一走 看看呢 这个银亚一天的行程 怎么样的规划 一起来看看 来猪懊香肠哦 两只50哦 快来买哦 香喷喷的香肠 吸引消费者自掏摇包 周秋假日人潮很多 不过这些猫空的小吃摊贩 看中的更是首颇 看原载的人潮商机 至少比一般 就是平日的时候会被料 至少一倍 假日的那个那个 那怎么一样 跟假日的平常的比较少嘛 那假日比较多嘛 就这样子 供货多一倍的还有他们 来猫空吃特色衫上茶 看完原载散场人潮 哪里去 除了搭猫懒看猫空 附近还有指南宫去拜拜 看完原载这些 一日游通通抱好理事 要看可爱的银亚交通很重要 特别是呢 1月6号呢 除了这边满满的人潮以外呢 还有哪些配偶 抱给你塞 男人队要尽早安排吧 对啊 行程规划 搭捷运吧 搭捷运来这边最方便 从猫懒进去 动物园看原载也OK 不过也要提早出门 至于周边还有公车接驳 至于卡哇伊的猫熊公车 要等到1月11号 才会跟大家见面 订阅范经文咒语的台北采访报道